进入今天的百村脱贫季 郭鹏村地处安徽省富阳市影上县的黄桥镇 现有人口1267户4983人 2014年被列为贫困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共是159户434人 有65户是因病治贫 41户是因残治贫 在今年郭鹏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 并且开始同乡村振兴衔接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郭鹏村选中的一个特色产业 则是瓜楼 虽然已经进入了冬季 但是走进影上县黄桥镇 郭鹏村的瓜楼种植基地 还能看到成片的瓜楼大棚 长势茂盛 瓜楼是一种草本多年生的植物 而且它浑身都是宝 瓜楼的树叶可以用来做茶叶 而整个瓜楼的皮 还有它的根都是非常重要的药材 那掰开瓜楼之后 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瓜楼子 这些瓜楼子本身就有 止咳润肺的功效 那经过加工之后 还会成为非常受欢迎的 小零食瓜楼子 整个郭鹏村也是在从 2019年开始大规模的 种植瓜楼 郭鹏村是典型的晚北农村 过去村里主要种植的是 玉米和小麦 每亩地的收益较低 瓜楼从播种 架杆再到采摘和晾晒 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完成 既可以满足贫困户 就近就业的需要 又为后续从脱贫工间到乡村振兴的 衔接找到抓手 像这种比较成车透黄的 就可以摘了 就已经成熟了 就这种是成熟的 您在这工作多久了 我是去年才回来的 今年五月份在这挂路地里做事 当时为什么回来呢 因为家里面条件有点不好 就是他老爸生病了 然后家里面没人照顾小孩 我在家里带小孩上学 然后就来这边工作了 对对 你觉得这种工作方式怎么样呀 还好还可以 来这边一天能挣多少钱大概 70块一天 一天能挣70块钱 如今瓜楼是郭鹏村的主导产业 种植瓜楼每亩地的利润 在3000到3500元左右 不过最初要在村里 推动种植瓜楼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84年出生的刘国东 是2014年从神水利厅 下派到村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队长 为了选择扶贫贫的产业 他跑遍了周边的乡镇 想过要发展玫瑰 枝子花 草莓 葡萄这些产业 而最终选定瓜楼却有特殊的考虑 这个湖平山 苍原就得搞产业支撑 因为我们这边的地主相对来讲 比山区 比丘林地区价格要高 地也多 人也多 紫豆花和玫瑰花这块 党年见的时候见不了效益 铺灶跟草莓 不易博春 时间也长得容易烂 寡楼这块的它是什么之类 它是葫芦卡的 给它豪重 还有这么非常的银田 下雨 就让补材者的情况 给上面它不得坏资质 选定了产业 但是要如何说服 从来没有种植过瓜楼的农民 尤其是一些贫困户种植 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2015年 在村里流转了285亩土地的基础上 刘国东和村两委一起牵头 垫付了种植瓜楼所需要的资金 和几个愿意先吃螃蟹的农户 开始了瓜楼的种植 群众在一块里 你想想它解除很难一开始 所以说我们带着我们村子两围 我们村子两围就凑钱 我储了四五万块钱的样子 当时这个钱出了之后 有没有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那万一失败就失败了 但是这样子 我们得床一下子 整一下子 我是选派干部当时来的 代表上级机关来的 就是来搞我们 就是想带他来发家支付的 他村子两围都敢拨 我还能不敢拨吗 第一年种植瓜楼 没想到就获得了良好的效益 村里的农户在看到了收益后 也有了种植的积极性 就此瓜楼的种植开始在村里逐步铺开 而这个时候 刘国东和村两围就开始考虑销路的问题 引进了安徽省内知名的农业公司 就瓜楼的收购签订保底价 瓜楼产业规模化 产业化的发展 帮助郭鹏村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目前不光是郭鹏村 引上线都开始推进瓜楼产业的发展 推动和促进贫困村和贫困户的长期收益 总台央视记者安徽釜扬报道